大家好 我们是南方酸性咪咪 你现在收听的是 CDC2 我是诗诗 我负责我的人声和乐队的program 还有一台单声道的合成器 我是玲玲 我负责我负责的人声和合成器 我是一下 我负责合成器iPad 还有poi 就跳舞 05 温哥舞 Dance South SMB Dance Team 为什么把这个Dance Team去掉 因为我们觉得Dance不是我们最主要的 我们还想表达更多的东西 而且我觉得太长了 也写不了那么多名字 我们认识很久 然后在之前就玩过朋克乐队 然后在早以前他们两个有一个 在早前他有个朋克乐队叫打死我 我也不说 我自己认为应该是云南第一个女子朋克乐队 然后后来他又和他他们两个玩了一个乐队叫喜儿 然后后来他 他又和他 他去北京了以后我又去喜儿唱歌 然后喜儿又玩了一小段时间 总之就是我们几个人就是一直在一起 然后用不同的名字或者不同的风格 然后做音乐 好 我想要推荐来自北京 县居苏美 有王林 AC Echoes 他现在是县居苏美岛 然后还有来自西安县居上海的黑幕 我想推荐昆明的一个Fast Core 然后Power Violence的乐队叫PPT 还想推荐青岛的一个女子朋克乐队叫Domitoys 然后还想推荐你 我的词 开山道 从字面理解是神圣时代的低颗音 还是冰淇淋味的 圣代原因它是一个谐音梗 圣代就冰淇淋 我们想轻松一点 开心一点 圣代原因就是咪咪的第二张专辑 然后它是来源于就是一个电影叫霸王别姬里面的一块牌匾 然后这块牌匾就是去形容陈迭一的唱功 但是我很喜欢陈迭一的那个不封魔不成活 我们应该就在义屋待了一个多星期 然后集中创造 集中改造 就是珍惜时间 珍惜在一起 做音乐的时间 尽量地去利用这个环境 然后表达当下我们三个有共鸣 或者产生奇异的东西都把它记录下来 这个是我们录专辑的一个方式 还得感谢李平 然后每次都是去义屋找李平 然后他给我们很大的帮助 隔壁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 我觉得它挺疯的 因为它是义屋嘛 它是一个小商品市场 但是它又就是在那个城市的边缘 本来那个地方是一个庙 是一个道观 道观 对 后来荒废了 然后就把它改成了一个酒吧 或者live house 或者一个文化聚集地 然后在那个山隔壁的后面 就有个水库 我觉得人去到那个地方 首先感受到的是放松 然后其次感受到的是自由 有住的地方 有演出的地方 有录音的地方 Civil Cloud的就是南方酸性咪咪 托兔 星之星 然后诗诗四弟们 然后还有甲铃 然后幕后的有那个VJ仙不仙 我们的老baby 然后还有我们著名的插画师Royt29 他其实也给我们很多的帮助 然后我们其实就是几个生活在昆明的好朋友 我们经常能见面 然后我们从小到大一起听音乐 一起喝酒 一起聊天 一起放松 然后我们就想一起做一点事情 所以就有了这个团体 最大的挑战 不死 开始 我的建议就是不要听别人的建议 而且这个不是我说的 是陈丹青说的 别想那么多 然后祝大家好运 我觉得就少一点思考 少一点抱怨 然后就回到直觉 就一定是对的 我希望你会讲到最后的一段时间 你会讲到最后的一段时间 我明天不见你 这个要求你